陆小曼 这是何等的娇艳美丽 令人未知倾倒 连泰哥尔都对他赞不绝口 美艳的陆小曼里 陆小曼聪明 漂亮 活泼 可爱 在社交界跳舞一流 精通英语法语 会弹钢琴 写的一首漂亮的银头小开的 丝毫不逊色于才貌双全的林徽音 不知曾说 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只见家人眉眼诱人 秀发缠绕 令人怦然心动 陆小曼和唐英陆小曼 是富养的名愿归秀 他和当时的另一社交名愿唐英 被人们称作南唐北人 若说唐英是旧上海交际厂商 一道靓丽的风景 那么陆小曼则使老北京 当之无愧的投牌交际画 可见两位名愿的知名度 陆小曼和徐志摩陆小曼美艳不可方物 定徐志摩心动 他认为 我之甘冒事之不韦 乃求良心之安顿 人格之独立 在茫茫人海中 防我灵魂之伴侣 得知我性 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1926年8月14日 陆小曼与徐志摩订婚 十月结婚 两人有过甜蜜的时光 令人难忘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